哈喽大家好 那这个号又好久没更新了 给大家汇报一下 这应该是我可能倒数两三个在这个房间里拍的视频了 那趁着还在这儿给大家再做一些有趣的开心 这个是我年前收到的一个这个微我50礼盒 应该是Vivo和肯德基联名的一个东西啊 很合理啊 Vivo50 那么让我们打开看一下这里有啥 这应该不会有个手机吧 KFC疯狂星期四 这就是一个那个兜盒包 怎么说都行 红白配色 然后这还有个透明的小盒 然后这里面是啥 红包和春联 不好意思 这个应该我春节前开的 还挤给我太晚了 没办法 然后里边是这种有点绒布质感的 这还有一个 对 肯德基的礼品卡 这是有多少钱 50 真的为了我50 OK 没毛病 然后我来拼一下这个 这应该是它那两个拉链 这是要怎么背呢 我怎么没看懂呢 这个 这两边都是带这么背 整体做工还可以啊 感觉挺有意思的 就是不知道拎着这个出门会被别人怎么想 不是这个真的里面稍微清理一下 放爆米花真的非常合适 要是和路由电个那种纸 诶真的 我垫一个纸 我看电影的时候 看完 我放满 看完收回去 诶这个真的很好 不过这应该是个非卖品 如果真的上架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玩意给卖多少钱 OK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啊 这个东西 全国首开 它是一个来自雷蛇的鼠标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鼠标 据说在雷蛇产品线里 它的定位是T0 也就是高于现在的所有 鼠标产品 当然它的售价也很美丽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雷蛇的标 哦 哦 经典的 min的签名卡 这就是它的包装盒啊 明显感觉到了吧 跟以前鼠标的那些包装盒 不是一个层次啊 这有点像那种手表的盒 那大家看一下 哇哦 这款很明显看上去不太一样 那它的学名叫 毒魁mini Signature Edition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想起 我之前采访雷蛇的那个视频 把它做为轻 容易的方法 就是我把放很多洞在上面 那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 可是从我们的设计概念 我们觉得不是很酷 又有那么多洞 他们雷蛇不愿意做洞洞鼠 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啊 我专门问了他们 他们说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打洞 这叫镂空 那我对比了一下 确实它的这个镂空的面积要比那些洞洞鼠的洞要大很多 所以看上去没有那么密孔 那首先说一下这个鼠标的价格是2299 这个时候肯定很多弹幕会打问号问号 但是我觉得首先它很适合在我这个节目里出现 其次我说一下雷蛇是怎么想的 首先它们之所以这么镂空是为了极致的轻 这个鼠标的重量好像是49克吧 就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般来说鼠标在70克以下就已经算是非常轻的了 而它只有40多克 就我拿在手里现在感觉真的就是好像没拿东西一样 你动一动就完全不需要用力的 然后它之所以镂空的形状这么的奇特 是因为它这个鼠标不是塑料材质的 市面上基本上所有手标都是塑料的 但它这个外壳用的是铭合金 因为合金的强度够大 所以才能镂空这么大 也让它实现了更好的减重 同时还不用那么的密孔 但是我特意问了 不防水啊 这个千万别你觉得里面脏了 啪直接冲一下水 那就系了 我们再看一下包装里还有啥 这个是 哎呦东西还不少 说明书 贴纸 然后配件 皮质手感的 有点像眼睛布 然后这个是酒精棉 这个是 哦 这应该是防滑垫 可以让你贴在这个 鼠标的侧面 还有按键上 这还有两套鼠标的电脚 这个是PTFE材质的 应该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那个 康宁大猩猩的玻璃材质的电脚 所以这个鼠标一套给了三套电脚 然后接下来最下面是 首先一个非常柔软的充电线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应该是雷蛇自己的一个无线接收器吧 据说这个东西卖的特别火 只要一上架就被抢空 它的这个轮循率要比普通的无线接收器要快好几倍 所以拿来打游戏或者打电竞是非常合适的 我不知道它原价多少钱啊 我的理念就是这个东西肯定很多人会觉得雷蛇飘了定价这么贵 但是人家卖这个价肯定就不是为了走量 那它受众肯定也不是绝大多数普通的上班族 就是你真的得是外设党 你真的得是对电竞对FPS等等有极高的需求 要么你有收藏的需求你才会用它 然后接下来我打算实际用一下 说一下我对它的使用体验的感受 OK那么这期视频就是我用这个鼠标剪的 这两天我有用它完成了一些数据筛选性的工作 那整体感觉上除了清了一些 其实跟平时用的鼠标没有太大区别 只能说看着它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还挺酷的 这个产品它就是雷蛇很炫技的一个产物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应该会一直用下去 那至于这玩意到底值不得买 就需要各位自己去衡量自己的需求啊 如果你真的想买 这个鼠标好像是2月12号会开启发售 各位亮丽而行好吧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拜拜